至於酒店價格方面 比花園酒店稍微便宜跌 783元一晚 東方賓館和中國大酒店 中間這裏當時大家有些牙膠 小籠包預製的機會不大 不是由很遠運過來的 亦有可能是我不認識 中國大酒店旁邊 Hello 各位觀眾早安 我現在所在為是 解放北路 那是甚麼地方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中國大酒店旁邊 就是這裏 如果要在月秀公園 去公園前撿北京路 非常方便 兩個站就到了 又或者 如果想在月秀公園 去海珠廣場 三個站就到了 如果要去廣州南站 雖然遠 但亦不是很麻煩 來到這裏 廣州南站不用轉線 便能到達 如果要去到 比如三面島 上下九 都是很方便 在這裏 轉海珠廣場 轉六號前 便能到達 我會向大家介紹一下 在 盆覆路 和 解放北路附近 有甚麼美食 和酒店價格 如果說到酒店 最為熟悉 當然是中國大酒店 和東方賓館 面前的中國大酒店 如果說到 在廣州比較老牌的 五星級酒店 之前亦都跟大家說過 中國大酒店 是其中一間 沒錯 就是這裏 它現在 已經是 歸於 一個 嶺南集團 旗下管理 在這裏有甚麼好處呢 首先 酒店好 當然不在話下 第二個 其實它有巴士回到香港 就是在這裏進去 不過 通常我們如果真的要坐 就不會在這裏進去 通常如果要坐巴士 我建議是在前面那裏走進去 就會近一點 就不用走過仙頭的斜坡 再來 如果大家對廣州的歷史 很熟悉的話 再往前走 少少 那裏就是以前的交易會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記錯 第一代的交易會 應該就是在 起路 這裏就是第二代的交易會 然後現在的交易會 就搬了去 爬州 如果在中國大酒店住的話 附近又會有甚麼美食推薦給大家呢 以前 在中國大酒店裏面 是有食街的 但是時至今日 應該這樣說 食街都還在 不過 價格就沒有以前那麼受惠了 在他們的二樓 應該是二樓 還會有一個 自助餐 是叫做 點心自助餐 不過 因為當時是疫情價 所以當然便宜了 現在 已經全部都沒有了 但是如果大家 是要訂購 是想吃的 就可以這樣 打開這個App 美團這個App 有很多觀眾問我 究竟訂房 訂食 尤其最主要是 訂酒店 在哪裏搞 其實就是在這裏搞的 必須要先說清楚 這不是一個廣告 我沒有本事可以接得到美團的廣告 沒錯 只要你打開 搜索 中國大酒店 食街 就可以找得到 價格 都挺驚人的 就是這裏 食街我們見到最便宜的 都要38元 38元有甚麼吃呢 按入配置就知道 就是叉燒酥 和紫薑皮蛋酥 二選一 即是說 如果你想喝茶的話 最起碼這兩個餐 你也點好它 叫一個桌子上邊 就叫一個叉燒酥 即是說 就差不多 80元六樓 七十多元 如果算上茶位的話 已經遠遠超過80元 甚至乎 吃個四人餐 就要888元 二人餐也要388元 我就不說有甚麼吃 至於早餐的話 你還可以選擇一個竹星麵 38元 至於酒店價格方面 就比花園酒店稍微便宜 那麼多 783元一晚 看看它是不是有所值 必須先說清楚 我不知道算不算最老牌 我以前也來這裡拍攝過 但我忘記 是否它的資料 全部都忘記了 方便 如果各位香港的觀眾 想回來這裡遊玩的話 尤其如果你沒有甚麼親戚 在廣州 不像我們昨天遇到的那些觀眾 他們有很多親戚在廣州 當然是方便 但如果沒有的 想住好一點 可以試試這裡 有咖啡店 而且還要是黑色這間 厲害 綠色的 但是用黑色裝修 地鐵站又方便 還有 剛才我也上坐地鐵站口 應該是D1出口會方便 因為先頭的E出口出來 是要行樓梯的 這裡就不需要D1手扶梯 因為是老牌的酒店 所以大堂 各種就不算很豪華 正式就不是這個正門的 在前面那裡進去的 大家都看到 巴士在這裡 很有可能是回香港 也不奇怪 如果要坐巴士去香港 澳門的話 在那裡也很方便 應該來說這裡 如果住在中國大洲 價格是比較貴 性價比不算太高 但是 正宗大旺 因為很多觀眾不知道 我們這樣 荷包那麼乾 預算多一點 就可以住在這裡 至於繼續往前走 就是東方賓館 我就不太推薦 因為那裡 大多數都是 市政府做接待的 你想跟那些政府部門 官員 一起住 我想應該未必會 所以那裡我就不看了 再來 再往前走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就是以前的 交易會 我們過去看看 又有熟知 廣州的觀眾 一來過交易會 就知道 裡面其實是很大的 交易會是甚麼呢 即是說 一些會展 送自己的產品出來 賣給 外國的客商 因為 街股已經搬走了 時至今天 這裏就變成 一些商鋪所在地 以及很多餐廳 上邊 亦都會有 點都得 雖然我們去得不多 的點都得 裏面 坐得比較舒服 至於 旁邊這裏 就是東方賓館 有很多 觀眾 之前都留言說過 東方賓館 和中國大酒店 中間這裏 有些公司要投標 附近有投標中心 要投標 印標書 他們有打包的標準 這些公司是絕對懂的 尤其是賣工藝品 和上邊的卯丹樓 在廣州來說 這麼多間卯丹樓 這間算是坐得 比較舒服 頗麒麗 又不會有很多閒閘人 護理單刀 這樣 如果你說 回到來準備 選了中國大酒店 坐巴士 就算不在這裏住 你可以在這裏坐巴士 過來這裏 麥當勞坐一坐 又或者前面 星巴克坐一坐 等夠鐘 就進去 Check in 是不是 都頗方便 為什麼我說方便呢 其實有個原因 就是因為 通常旅遊巴士坐不滿客 它都會 在指定的線路裏面 一直兜 一直兜 去接滿客人的 可能會用時很久的 但這裏 我之前就詢問過的 它就說 不會兜的 最多可能會 它意思是 是會在花園酒店過來 上完這一站 直接上車回香港 是方便很多的 當時我詢問的時候 疫情期間 那時還沒有巴士去香港 只有去澳門 賣票姐姐 她都說 最快這步的了 是啊 大概就是這樣 時至今天會不會 因為巴士 線路密了 多人去了 就不會這樣繞 那就不得而知了 如果各位回到這裏 住 這個酒店 這樣才算 附近有什麼遊玩呢 都挺多的 第一個對面 正正對面 整片都是 就是越秀公園 越秀區 越秀公園 大家都知道 它的份量有多重 上去看波 以前 上去看 在五層樓 都在上面 還有五隻羊 都在上面 至於在前方 往右轉 還可以過得到 盆覆路 盆覆路 其實又是 一條食街 甚至乎 可以說是 即是環座的食街裏 在廣州 都算是比較老牌 但它就不像 西華路北京路 以小食為主 主要是以餐廳 坐得來自 好像米芝蓮也有三間 我不記得還是兩間 兩間就肯定 因為有一間我不太肯定 如果鏡頭的正前方 如果往左轉 就去得到三元里 和大概桂花崗的方向 至於現在 我就不過去了 還有這個九龍冰室 不要看它裝修到 那麼 好像 那麼新井 其實已經做了很久了 應該還有繼續經營 裡面已經椅子踏成這樣 我不肯定 但是之前來過的話 真是挺好的 我記得應該是 對上一次去澳門 不是剛剛那一次 是再對上一次去澳門的時候 坐巴士回來這裏下車 肚餓的女兒就說 這裡吃 老婆來之前也很不願意 這麼貴 但是吃起來很滿意 有機會可以試一下 我相信她應該有開門的 因為水牌全部都擺滿 直不過可能還沒有時間 再來 如果大家 曾經上去旅行 回到國內 想報名去旅行 怎麼辦呢 您是可以直接 在這裡攀程旅遊 報名的 至於細則 你們進去跟職業問 我就不在這裡慢慢說 第一位美食推薦就是這裡 其實有很多觀眾都說過它挺好 但是我就很存疑 因為幾次經過門口 第一 它沒有做早茶 可能是賺夠 第二 用線時間在門口經過 好像都不是很合理 大家都看到 不像是這樣的 如果是一個正常的餐廳的話 見仁見智 總之我們就沒有勇氣進去試 經過這裡以後繼續往前走 就會去到第一個旅遊景點推薦 就是南越黃墓博物館 應該是這麼說的 好像是要10元的 它不跟其他博物館是有償的 好像也有10元而已 我們先去看看 即使是我記錯了 它的價格也不是太貴 是很值得看一次的 如果大家熟悉一點 又會問 你不是說北京路也有一個嗎 那裡是花園 所以這裡才是真真正正的墓地 沒錯 就是這裡了 真是純粹意思意思的收10元而已 你說為起是不可能的 可能用售票來限制人流 我估計 早上9點開門到 晚上的5點半閉館 一天最大就1萬人進去 他們有計算的 如果是長者的話 旅遊證件是免費60至65歲半格 65歲以上長者便免費的 基本上就是這樣 值得來一次的 大家都這樣說 大家對廣州舊的名字 譬如說西關應該都很熟悉 嘩很舊的西關 其實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是宋朝開始 但是這個南越王 和前面的蔣江山 其實比西關這些名詞出現 早得多得多得多 因為當時的掌權人 肯定是會以一些山上 以一些比較容易防守的地方 作為他們的城池 越守山在城中心之餘 還要是有山在上面 所以上面就會有鎮海流 當他們過了山之後 當然不會撞到很遠 就撞在這附近 就在對面這裏 很方便的 至於我們現在就打算 繼續往前走 在前邊往右轉 過去盆覆路 今天的早餐 我就想去喝茶 如果我沒有記錯 在食王線飯那裏 我就會在前邊往右轉 新泰諾那裏喝早茶 但是也不排除 會有很多人 那就再算吧 我們看到 大陸姐夫 大陸姐夫 林泰諾 大陸姐夫 筆中心 大陸姐夫 把這個雙面 大陸姐夫 我们又来到Pu 远复路 给一些美食推荐大家 第一个就是对面的月秀渔村 没有做早杂事件 门口装修中 应该到饭市时间就迎客在那里做好了 因为我都见到它有送货 再来 旁边这两间是新开的 一个是口街烧牛奶粉 旁边这个是不知吃什么顺德菜 再来 这个我和老婆吃过两次 这么多都是很满意的 两次都很满意 这个叫食鸡砖门店 就是竹溪旗下的 就是方砖那间是很好的 再来 继续往前走 就是那两间米芝然 亦都是我想吃早餐的地方 如果那里没有东西吃 可能会回到伊国大街里面 在这里再说 这里除了饮茶吃饭以外 也有披萨 还有这个酒店也是很便宜的 两百多三百元左右 因为不同时间 不同价格 于前边就是这两间 第一个就是新泰洛 我计划它们的饮茶 第二个就是新闻基 两间都是米芝然 新泰洛我们试过的 怎么说呢 如果作为游客应该会很喜欢 但是如果我们这些老广州 就见仁见智 至于新闻基就没吃过了 但是如果去到吃饭时间 这两间门口都是坐满人在排队的 基本上就是这样 还有新泰洛原来已经没有做茶室了 是吗 就是这样 关掉灯的 就是这样的吧 平时上一次经过还有茶室了 现在就已经这样了 没有办法了 没有记错 邪对面还有一间有饮茶的 我们先走一下 或者进去里面这里走一下 如果在外边一直往右转 还可以去到广东大厦 在我身后边先头 如果不转右转左的话 就可以去得到三元工 没得喝茶的我就进来 恢复大街 这里就是老城区的感觉了 那些楼有九层楼高 有市场大概就是这样 例如好像面前这些 全部都是起码三十年历史 前边又有很多车来车往的单行线 至于这里就不算以上的游客区了 刚好远离了 还有这里也是有市场的 但是之前和老婆来过 不知道是来得时间不好 或者是什么原因 那就不算好意料 应该在这里进去 还有可能因为它的市场比较分散 不要说好像回到西关 很容易闹闹那种感觉 大多数街坊都是在超市里面买菜 之前和老婆经过的时候 都只是来到这个超市里面买菜 因为市场不容易闹 和老婆都很少会过来这边 面好像有茶饮 是不是呢 叫做惠醉红品 但是看上去价钱不漂亮 对面 是在喝茶的 环境也挺好 但是喝茶的人很少 而且看上去应该是新开张的 不如试一试吧 我又进来茶楼这里了 很安静的 都挺好的 坐得挺舒服的 眼花缘缘独餐排时间 一如以往都是这些点心 你说很特别 又不算 我其实已经下单了 以往喜欢吃糯米鸡 我今天就没叫了 试一下腐皮卷 小龙胶 这边还有几款比较有特色的点心 但是从我的角度判断 可能未必对 很多都是不是现场做的 但是这样 别人就没有标榜是现场做的 茶位方面只需要6元 点心价格也不算很离谱的 因为我已经下单了 我还叫了叉烧酥 比好像这样 计算了茶位 都是70元不到有3款点心 在门口看到有很多叔叔阿姨在这里吃 我只是跟进来吃一下 其实在旁边 这里进去已经是医国大街了 除了先头我们看到那些之外 粥、腸粉都有的 红米肠也有 还有这个是比较特别 不过我不是很喜欢吃 类似红米肠的东西 翡翠海苔肠 海苔就是紫菜 还有小米糕、蛋撻 还有先跟我考虑过这个 洛昌护丝碟 那么想想也是算了 所以叉烧酥 我看到前面的酥酥在吃 应该是挺好的 就这样吧 吃完点心、喝完茶之后 进去里面医国大街 走一下盆覆路 就带大家一距 想了一段时间 小笼包就到了 是这样的 为什么我要选小笼包呢 因为我尽量 我说尽量 避免一些预测的点心 小笼包预测的机会不大 不是那些由很远运过来的 当然也有可能是我不认识 这样夹起身也不爆的 手工挺好的 它的售价是22元 即是为了5元半一粒 试试味道先 还可以 街上这样的环境 对得起这个价格 但是你说好吃到爆炸 味道越大 最起码要犯低级错误的包 裂开那些就没有的 那里面的汤汁就OK 有姜在里面的 这个肉腌得也挺厉害 这个汤汁 它就不是很稠 它的汤汁 有些小笼包里面的汤汁 煮得很稠 是的 我不喜欢那种的 它这个也是清 嗯 嗯 基本上就是这样 也算是好吃那种的 如果怕那些 味道的话 就点多些油理的味道 点多些 哲草 嗯 吃起身也是挺好的 咬开一点点 然后再点点哲草 它就没有再配姜丝 点碗哲草 好似吃折草 嗯 当然我没有办法证实 是与不是 有时候我们喝茶 很怕那些 一点圆 捨低 更快 比麦当劳送上来的 那些 很明显就是 你一点圆单 在后面拿的 这里是等得比较久的 那么 喝茶不同 快餐 顾名师现在要快 喝茶是慢慢享受的 那么 上餐久一点 其实是可以接受到的 进来就到我很喜欢的腐皮卷了 上面是有薑丝的 但是好像放得比较粗豪 但是最重要的是好吃的 嗯 在腐皮卷 第一个就是 有些汁好吗 腐皮会不会很容易烂 但有意到 不要那么硬 火和控制也很重要的 我会喜欢吃腐皮卷 其他原因是真的好吃 第二个 就是不喜欢点那些乳製的 因为它里面 有梳菜 就算真的乳製 不是在这里做 师傅做 都可能不是那些 弄烂了很久 放在冰箱,丁出来那种 一定要有这种感觉 如果丁出来,应该比较烂 这个腐皮卷 腐皮可能是蒸得久 是什么原因呢? 是有点散的,不过问题都不大 我是可以接受到的 核心就是 第一,它有一定的豆香 不是那些不香的,第二个 里面的蔬菜 都可以新鲜 这个角度看不到 但是是会有 绿色的蔬菜在里面 最值得欣赏的就是 调味 第一,又不会太咸,又不会没有味 有蚝油的香味 当那些 包汁,蚝油 那些浸满 这个腐皮店,特别很好 接下来,继续吃了 试试中间这个 我放了一段时间 看看手机,喝茶 很过瘾啊 现在应该是吸满的汁 放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那些汁也会变硬的 同时呢,叉烧酥也送你了 试试这个,看看味道如何 鲜头那一块 不知道为什么呢 这个腐皮也辣 金这一块呢,中间这一块呢 就好很多,可能就是这么巧的 嗯,我就不太介意辣的 其实没什么所谓的 你不要散到周围都是 包好些会好些 这里,原来里面也有蝦 而且有些蔬菜呢,都挺爽口的 有些金针菇 吃不完就打包带走 继续吃 嗯,接下来最后就试这个 这个,这个叉烧酥 哇,差起来很软 而且很热,其实刚才 没有过一下了 是很热的,所以等一等才吃 哇,那些麦芽糖很甜 试过一下了 看来挺漂亮的 嗯,很酥脆 那里面的馅就不算太多 但是呢,哇 其实呢,更容易散 比那些蛋散 很精致的 吃这些点心呢 就不能够牛肇猫蛋 一定要很细心地慢慢吃的 确实不错 确实不错 吃饱饱了 他们呢,又没有写出来 原来呢,喝茶还有很多打字 我一下呢,我计不了打几个字 总之是减了$7.05 这样吧 最终付钱是$61 挺好的啊 他们预制菜的痕迹不算很重 至于那些叉烧酥 在现场砌出来 你说谁都不相信 对吧 但是,是好吃的 还有这个什么呢 就是 红运金珠 299 因为差不多 就又到制祖的时候了 还要7斤 挺好的啊 还有这个消耗的特价$59.8 它最大的优势呢 就是很安静 不像说回到西关那些呢 那种热闹法 它就没有的 如果喜欢很热闹的呢 就不必了 但是我先后坐在里面 喝茶的时候呢 全部都是本地人 因为婆婆啊 带着孙女 孙女又未够年纪 独幼儿园那些呢 来喝早茶吧 很开心的 其实餐厅的环境都挺大的 只不过呢 它将每个厅分开一格一格 小桌居多 这边还是他们的 他们的餐厅都挺大的 这边也有他们的一个厅 我试试在停车场这里走进去 先后看过 这里好像都是叫伊国后街的 那些屋是很旧的 应该觉得到 我那里看到有些叔叔都在走过来 应该是可以的 还有我看过这个停车场先后 可以啊 1200元一个月 合理价钱 这里附近呢 都很多食物 先后我打算在那条路上走 不然原来是挖头路来的 里面呢就是 他们医学院 学生的宿舍来的 里面也是 这里附近有几间大医院 广医呢 又有 百云路的市一 除了在中山一路以外呢 讲的最多医院呢 应该就是这里附近的 那 呃 对面还有食物的 对面 夜宵的村菜 不过是 至于这个方向呢 我就不走过去了 我会继续往这个方向走过去 到处走一下 看看 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同 这里有 有公寓租的那种 这里呢 应该都算是老城区啦 大家看看那些树木 那么茂密就知道了 在这里住也挺舒服的 有旧屋 也都会有新屋 就没有 上一集呢 我们去到 建设新村那些那么旧 但是呢 又 呃 比较安静 唯一缺点就是 来地铁站 有点移院 这里还有 傅田中心 我知道这个呢 在这里都开了很久了 记得有一次 我来到这里 验阿孙 是的 真是 任贡 那时是这样的 一路走一路验 见到哪里有 因为每日都要验的 见到哪里有人少 马上又走去验 都挺惊险的 现在过了这么久才说 我到那时我真的不敢过 因为我没有办法证实 现在过了 过后了 亂推测 其实也不怕的 很多人都说 当时是验核酸 其实有点点 它是会 会 头毒 就是不要说头毒 就是 明明没事 就弄到你有事 所以到后期 我都不敢 周围远地找地方去验 来来去那几个 是啊 是啊 还好 其实 反而 验核酸 都验核酸 包括我女儿 其实前几天也验核酸 但是她也 没什么事 至于老婆之前 都好像验核酸 但是又好像没什么事 跟以前比起来 没那么辛苦 包括自己 都应该不是的 我察觉 我就好像百毒不侵 是的 我们继续往外边走过去 外边就是人民北路 人民北路是很有趣的 人民路是很有趣的 人民北路跟人民南路 比起来就差好 人民南就 兮兮兮兮兮 人来人往 人民北就很安静 因为是一个公园隔离 在这里附近有什么大的地标 就是第一个就是电台 应该是省电台 第二个就是这里已经拆了的 以前的大可耳吃饭的 但是呢 它的新店就在后边 都还有的 这个叫南宝石大厦 如果我没记错的 就是唱片公司 现在没什么人唱片 都 但是都 写字流 原覆大家 就和大家走完 我不过去 百灵路了 我附近走 在这里穿过去东风路 其实呢 有个事情是这样的 在这里呢 其实去西华路 是多近的 不远 不要说多近 在前面这条路 这条人民路 人走就不上桥了 一个对面马路 就已经是西华路的开始那部分 至于对面呢 就是 黎湾湖公园 在这里当然看不到 我也不会再进去 因为它在整地铁 在整地铁 在整地铁 不知几号线 穿过湖的 整了很多年 那 英女黄中 树的位置 大概就在那里 进去的 所以我们继续往前下 在这里呢 除了先头所说的 两个大医院 医学院以外呢 其实 护士学校都是在这里附近的 所以在这里附近 很多 很多人 看上去 年纪很大 但其实可能 他是一个医生 不过先头在停车场 看到几个 都可能是医学生 医学生 读书要 读到年纪很大才行的 治病救人 至于大可以呢 就在前面了 前面 过了个巴士站那里 我会在这里 慢慢走过去 西华路的方向的 但是可以吃东西都挺好 其实很久之前呢 我都和老婆商量过 不如过来吃东西吧 但是苦于附近呢 就没有什么大景 怎么走 又或者要走到很远 所以一直就 没有过来的 有机会可以试试 坐下的环境都挺好 跟先头那里 说坐下的环境 是差不多的 先头那里 我觉得更优雅的 这里呢 应该可以说 是坐得比较舒服的大排档 感觉 就是这里 大可以翻标 之前我还以为 别人已经执载了 其实不是 原来 是搬了一个地方 下地玻璃 吃海鲜 挺好的 如果是要打车 过来这里 很方便 大家看看那块牌 一上桥 就已经可以过去 河南也可以 山羽市场 人民桥 人民桥 一下去就山羽市场 长寿路 又过得到 六二三路 又过得到 其实这里交通挺方便的 繁密都是 差不多 都在河南 也是 山羽市场 加湾 都在河南 都在哪里 有的 超寒 都是 随着 的 很容易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们又来到东风路 先讲讲具体位置 镜头正前方一路过去 就可以去到东风西路 即是西长的方向 如果在左边是东风东 东风中 走路就肯定不可能 一路会见到列士灵源 又或者见到玉华路 我们是这样的 走这条人行天桥 在那里下来 过对面马路 就是粤库广场 即是西华路的方向 在这间建筑物里面 应该叫经墨位 我忘记的名字 以前我说 现在肯定没有 要买路回游戏 全部都是来这里 一个来这里 一个去海印 一个去天河 就是这三个地方 这里是 对于我自己来说 是比较方便的 好老实说 那时候没有 一是没有钱 二是没得卖 确实来这里也卖不少 去西华路有两个办法 第一 在这里斜斜地走进去也可以 第二 在前面这里 走进去也可以 这里会近一点 而且一走进去 就是第一瓶 即是吃奶粉那里 至于面前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就是广医 医学院那里来的 那些大学还管理得 没有那么严格 那时候我刚刚做会计 还要跟着师傅 来这里被人审计 就是拿些酱被人审计 当时就是在仙楼盆福大街 那里有个事务所的 那个老汇仔 很老的教 还在教我们 应该怎样 应该怎样 很烦的 当时就和师傅走进去里面 经过讲医 就会近一点的 那时至今日 应该就不能够进去 因为大学管理是比较严格的 这里还有厚康医院 至于在这里 我们就过人行天桥 再来 这里就是护士学校 它叫做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也是很多年了 再来 在这个位置 穿过去 就可以去得到百灵路 即是说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方向 正是广州市第一公里 第一公里 就是伊营 遍应该 使用来 整个位 又是一个 是我 比如说 找出 怎样 这不处 还要 这里 Scot't 你 东西 那面马路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在那里过去 一路走一路走 就是西门口地铁站 其实都走得挺远的 然后我说是要吃蓝粉的地方 就是在那里 你走这条人行 这条过去 在那个位置进去吃蓝粉 如果各位观众不怕远 喜欢走走走路看一看才舒服 这样的话 住这附近其实都可以的 因为中国大酒店太贵 就住在平宿大街 食鸡珠门店门口那间酒店 两百多三百元就可以了 走过来这里 慢慢走路 这条路数目够多 晓死到夏天也挺舒服的 说早几天有观众问过我 有些他们尝试过住这些酒店 不接待外奔 因为对于 对于酒店来说 你们没有内地的身份证 就算叫外奔 港澳台同胞 以及持有海外护照 都算外奔 有些便宜的酒店 就一定要问清楚 它可能真的会不接的 但如果是中国大酒店 我可以保证基本上不想问的 我都问过有些 比如海珠区 我都问过有些都可以接待的 但事前最好问问 大酒店贵的那些就肯定可以的 什么法然酒店 中国大酒店 白天鹅 在这里很安静 又可以慢慢走过去人民路 然后会有西华路 在前边往右转就过西华路 美籍特别多 再来 还有就是 一直往前走 会去得到西门口 还有换门饭店的 又不厌其烦 再说了 各位观众回来 其实我相信大家都有看新闻 什么事情我就不多说了 不许是温饭这么多 我也不知一次过说过 包括之前影片 亦都大吐苦水吐过 我频道很少说一些负面的东西 但大家一定要留意 无论在人行道行的时候也好 一定要注意身后边的电动自行车 如果没有什么 最好不要走到这些马路上 因为这些电动自行车会出来飞去 小心点 如果可以的话 尽量靠着边边走 留意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有些人真的很瘋 人行道又铲上来 有些在马路逆行 其实对自己也不是好事 大家要留意 像这个路这么窄 就算行人走 也要很小心 四个路的司机 因为他懂交通规矩 而且他有罚则 约束他 他会很小心 不会乱来 但那些 不会的 我走到后面的黄色衫哥哥 也很麻烦 他未知会碰到我 但也很麻烦 登下来 他又饮食 又生活艰难 但总之大家要小心点 好了 今集片片到这里结束了 又和大家行了盆覆路 因为接下来 我们都会留在广州一段时间 然后才跟太太外游 我的计划就是去惠州的 但成不成行到呢 要看很多人数 天气 第二个是自己身体 基本上就是这样 去惠州吃海鲜 惠东那些 各位观众下集见了 下集也继续会留在广州 帮忙分享这些影片给你的朋友 又或者帮我点个赞 下集见了 拜拜 有意义义义乔 对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